正宜的休息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台湾民法規定 人只要失蹤滿7年 就可以宣告死亡 而過去我們曾經聊過高雄濱世案 当初被母子計劃殺害家暴父親後 为了營造失蹤宣告死亡 就是打算濱世7年 不过民法有一个例外 就是遭遇特殊灾难者 像是台风 地震 失蹤只要满一年就可以宣告死亡 而正是这条例外 发生了台湾史上最大的炸保案件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哪一天 2001年逃之台风来袭 一辆轿车在北海岸 翻落20米悬崖 建商夫妻不见人影宣告死亡 子女领得近7000万保险金 竟是史上最大骗局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瓦斯王装死炸保案 我们把时间推到2001年的暑假 7月30号这个时候 陶支台风在凌晨12点 从花莲袖孤岩溪口登陆 原来这个台风是直接穿过了中央山脉 在台湾滞留长达10个多小时 造成全台111人死亡 103人失踪 灾情非常的惨重 而就在这个时候 北海岸滨海公路84公里处 也就是金石园墓园正对面的停车场 一辆轿车翻落了悬崖 有一台自小客车 好像翻覆在我们那个 滨海公路的金石园区的外面的孩子 这起意外到今天才被民众发现 十几公尺深的断崖下 有一辆翻覆的自小客车 可是车内的两名乘客 已经不知去向 救难人员站在海岸边搜寻 浪高水级的波澜 根本看不到当事人的身影 特别是还在车门旁流着一大块血迹 更是让家属心急如焚 依照现场看到的这个情况 恐怕是凶多吉小 不过在场的所有人 心里都有一个问号 就是这车上的两个人 到底是怎么不见的呢 所以说我们园警到现场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想要把人救出来 可是一到现场 垂降到下面海石平台的时候 发现说车上竟然空无一人 所以我们园警当时也很纳闷 然后当时有许多民众在旁边附和说 是不是红台来 人因为车拢的车去 人潭飞到海里面去 所以也不无这个可能 民众推测是推测 但警方办案总是需要科学证据 通过车号 查出失踪的车主 是住在新北市永和的许文童夫妇 而他可不是一般人 在统装瓦斯界 算是响叮当的人物 约他去制造瓦斯桶起家 因为市占率非常高 因此赚了大钱 业界封他为瓦斯王 最后他转投资当建商 在板桥买地盖房子 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到底 只要去道连起家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建商底 他只是那时候有资金 然后看起来有机会 就去投资 因为现场遗留下明显的轮胎痕迹 直通往断癌边 救难人员研判 两个人很可能是在风雨中视线不清 才会误闯境地 目前家人还抱有一丝希望 如果两人不幸罹难 逃着台风将再添两名无辜的冤魂 警方这时 一方面在海面上搜寻 一方面找来家属 但有经验的员警在现场 不管怎么看 这个风灾意外 是越看越奇怪 我看车子衰落的样态 是觉得它并没有动力的情况下 直接垂直掉下山谷的 这等于是一个切脚 直接摘下去 并没有加速一个抛物线的痕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现场有轮胎痕 却没有刹车痕 如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矮 车子怎么会是顺顺的 没有失控的情形下 掉下去呢 将现场有约10公分高的10元 车子开上去后 也没有发生偏斜的迹象 而且整辆车受损严重 偏偏只有驾驶座的车门 相当的完整 而更唯一的是 只在车内连一滴血迹都没有 本身那台车是属于 安全性相当高的车种 可是它的车门相当完整 而车体却变形 这代表它车子在衰落 我有问过福特原厂 它本身的融形结构 不至于发生这个状况 唯一可能性就是车门 在未闭合的情况下 车子衰落 结果我们远景也在车内车外 反反复复找说 有没有一点血迹反应这样 可以看到说是不是人 当时有受困车内 什么等等的状况 但是完全都没有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纳闷 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两夫妻掉下去之后 没有受重伤 打开车门自行脱困的时候 却又不幸被海浪冲走呢 许文彤的家属认为两夫妻应该是 落海失踪 不过当时他们的车上 里面并没有水痕 而且在后车厢还发现有推车的指纹 就被检警认为疑点重重 海浪没有波及到他的车子 再来前一天可能有下一点雨 可是车内也都是干的 报案人的小孩称说 有可能是被水冲走了 可是车内是干的 他怎么冲它 最大可疑就是人 尤其是他车内有两个人 两个人完全都像人间蒸发般这样 是跟逻辑不太符合的 现场的种种一点得不到准确的解释 只剩下推测跟猜疑 不过唯一肯定的就是许文彤 跟他的太太许颜立英 在这起意外之后人间蒸发了 本来警方就觉得也许真的两人是落海失踪了 但现场有个人的态度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个意外不单纯 回程他差不多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他有说这边风雨非常大 他回不去 他要找个地方休息 这栋电话是当事人最后和家人联络 当时是星期天的深夜 家所表示 许文彤和太太一起到宜兰 向友人追讨一笔基欠十多年的债务 一百万元的代价换来的是 夫妻俩下落不明 许文彤女儿不像一般失踪家属 那种焦急 紧张 不安的情绪 她都没有 但也许你会说她可能是故作镇定 但接下来其他家属的这个行为 可就真的大有问题 许文彤的家属在第一时间 是跑到派出所来报案 让警察觉得很奇怪 父母亲失踪或者死亡 家属不到现场 却急急忙忙跑来派出所报案 太反常了 一般在第一时间 发现这种问题的话 发生这种状况 家属通常是着急的 是希望能够跳往海面 看看是否有这个机会 可是他们不是 他们反而是积极的要求 我们同事 立刻开立失踪连单给他们 监警跟保险公司 当然都觉得这个意外有玄机 警官警方最后结论 车子是在驾驶座车门打开的情况下 被后面不止一人 将这空车给推下去 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证明许文彤夫妇 还活在这世上 最后还是只能以失踪结案 加上她是逃之风灾的灾情 这失踪案不必等七年 一年后法院就宣告夫妇俩正式死亡 而子女就立刻向保险公司求偿 一亿两千万的保险理赔金 这三名字取得了这个死亡证明的宣告以后 她在92年就同年的12月8号 就去跟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理赔 那保险公司在隔年93年 就曾经给付了大概六千四百八十万 左右的保险理赔金 除了人受理赔 包含车体险 劳保 乘客责任险等等 又领了436万元 许家甚至提告国泰人寿 要补给剩下的四千多万理赔金 不过最后这笔到法院驳回 但许家已经领了将近七千万元 许文童夫妇向同一家保险公司 买了十张保单 尤其是失踪前几个月 密集投保人寿和意外险 直到理赔当下 保险公司财经诀 许家早就负债将近三千万元 原本他夫妻两个是 我记得的没错的话 是一年的保费是两万多 可是在发生的之前 不到四个月吧 帮他算出来平均好像一年 夫妻两个要缴四十多万 四十多万是对一般家庭 相当大的负担了 当然保险公司也不是吃素的 积极展开调查 准备提告诈理 也委托真心业者到大陆明察暗访 而刑事局也一度接获了线报 所许文童使用的假护照 躲在对岸 调查人员一度非常接近真相 刑事局得到线报不知真假 立刻托人找到了国宅 守候在门外 屋内的人一直不出门 干脆直接敲窗找人 屋内立刻安静了下来 过一会儿丢出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若问我是谁有缘会相逢 让调查人员看得差点吐血 2009年9月 国泰人寿正式提告诈欺 最后基隆地检署做出不起诉处分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没有证据证明 许文童还活着 当然也就没有诈理 这件事 你多久没有关于你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建筑业的 衣体 他们现在的经济 应该不可能 占领保险性的行为 应该是意外的 因为我们住在海边 住了三四十年了 那天又刚好天气不是很好 许文童夫妻 这个车子虽然有罪癌 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没有被海水冲走的这种情形 但是本署的检察官是认为说 这只是片面的意测之词 并没有积极的证据 可以来证明他们有诈顶保险金的情势 转折 在大陆江苏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有一名女子叫李秀英 因为心脏病猝死 而公安赫然发现 这竟然不是他的本名 不准他火化 并且冰存在冰柜里等待调查 而许文童的儿子 突然就向台湾警方自首 说这李秀英 其实就是他的妈妈 许颜丽英 而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死亡 但尴尬的是5月就已经确定是诈保案 8月就已经找到人在大陆的许文童 等待遣返中 不过这最新案情却没有传到法院里面 结果10月最高法院判决许佳 不必返还6400万的保险理赔 全案定验 这乌龙判决成了社会头条 最高法院表示 三省是法律省 只会就二省判决书审理 不再提新事证 刑制局也因为嫌犯还没押回台湾 侦查不公开 双方资讯不对等闹出乌龙判决 随着乌龙判决而来的是更多的证据曝光 檢警向气象局申请坠癌当时的天气状况 陶芝才刚从花莲登陆 双北市虽然宣布停班停课 但风雨根本就还没来到北部 北海岸当时的雨量不到10毫米 风速也才5级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天灾导致的坠癌意外 许文童夫妻出事情之后 照理说必须要在老家的门口设置灵堂 不过当地人认为失踪不算死亡 所以当时也没有办后事 通常发生的时候 女妈妈很胸心的 也是很辛苦的 像我们一个人夫妇 落去那到底生死也不知道 被警方押着正名头发花白的老翁 他就是犯下台湾有史以来 最高金额诈宝案的祖贤许文童 对你们的警方历史有关系吗 没有 都没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一定要了解 那些东西就走出去了 都没有参与 都没有跟你们的警方历史联络 那些东西就走出去了 2013年10月27日 照办主嫌许文童被遣返回台 这才发现 案发前原来一家人的计划 是真的要去死 来领这笔保险金还债 那在两个儿子的劝说下 才改成炸死 案发后 就躲到淡江大学附近的租屋处隐姓埋名 一躲就是四年 那四年都是 就是孩子去送餐 去他看了 不拉出去了 原来在板橋盖房子的许文童 89年因为陈水扁上任 房地产大跌被套牢 许文童夫妻倆被欠了三千多万 再组除了亲朋好友 还向前立委谢严信借了八百万 地下钱庄六百万 夫妻倆被地下钱庄苦苦相逼 动了轻生的念头 太太一直说 这样子租车的改改 太快了 没想到会这样 没想到会这样 就是 由于在台湾夺警察的生活 实在是提心吊胆 2005年 儿子就建议 要不干脆躲到大陆去 于是找来了一名 绰号医生的男子 替他们卫照证件 化为林天堡 跟蔡梅淑 潜逃大陆得逞 而整场骗局 就只有老母亲被蒙在鼓里 不要相信 她们平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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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都没回来看你 没看到人 那你妈妈知道吗 还是其他的兄弟姐妹知道吗 要写正确一点 不要乱写 怎么是正确的 事发时三名子女 一脸召集 骗过了保险公司 父亲俩在大陆 担心甲医们被揭穿 逐步出户 翠原只敢去大卖场 连医院都不敢去 生活提心吊胆 让夫妻俩常吵架 人死了 他儿子又有去自首了 因为想要把妈妈弄回来 觉得怎么都不孙 加来 加来不平安 得了不义之财 算是一个三流剧本 这是三流剧本 但是刚刚好碰到那个年代 金管不严格 保险控管的通报机制 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呢 让他钻了很多桥 那今天主要是来跟检察官 大概審柱什么东西 讲什么事情 都讲清楚在那边 都讲清楚 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 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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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检察官现在目前的情况 是说让你们 有限制出信吗 有 徐头以及他的两名儿子 都被列为诈欺取材的共犯 而态度冷静的女儿 则是在哥哥们完成犯案后 才被告知 并没有实际参与造假意外 而进入审判后 外界最关注的 就是这许家 到底要怎么还这 诈领的7000万元 诈领的7000万保险金 除了1600多万拿来还债 三个子女各分到1400多万 但两个儿子投资失利 把钱赔光 女儿分到的钱 也几乎归还保险公司 剩下的则是被许文童夫妻俩 当作潜逃的生活费 但现在除了自己和小孩 被判刑得要坐牢 2017年3月23号 罪高院驳回向述 依共同连续犯诈欺取材罪 许文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她的两个儿子 许绍舟跟许全怡 判处两年九个月 而女儿许明珍 则是判处六个月徒刑 全案定验 这一家保险公司 我们只能说她贪 孟臣是贪的 这个一亿两千多万的人身保险 你怎么会没有做过某种程度的查核 其实判决书上 就有提起许颜丽英 从1993年开始 就有高额投保的习惯 光是案发前五年 她就已经投保了7600万 而且都有乖乖的缴保费 而2000年再次高额投保的行为 法官认为这无法关联 她就是预谋要拿来诈保用的 保险公司 它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潜规则 就是说不可以超过6000万 买到一亿两千万的一个保险额度 那保险公司当时在审核 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作为 这个部分我们是觉得很纳闷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许家人要清偿这巨额债务 恐怕是没那么简单 后续也改变了许多保险理赔制度 让有心人士很难再轻易得逞 不过下一次我们将来聊一桩 这一世家庭是真的用生命来诈保的案件 也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讨论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